小嘴巴 大世界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 帶你細說中華 遊漢世界 120分鐘聲音鎖匙 打開無窮驚喜 世界除衣門 葉詠詩 這個小時又有 三位小嘴巴跟我們說一下大世界 三位小嘴巴上個星期已經出現過 今集仍然在 還有我們的嘉賓 今集仍然在 當然探討的話題 希望大家都會有興趣聽 三位小嘴巴分別就是余杏茨 張田南和王正耀 將時間交給他們 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張田南 現在讀中午 大家好我叫王正耀 現在也是讀中午 大家好我是余杏茨 現在是大學三年級 我們上一集 邀請了吳凱雅博士 來介紹了 關於新心靈的介紹 吳凱雅博士 就是名外專上學院助理教授 學生事務長 註冊社工 註冊性治療師 以及認可新心靈全人健康模式 執行師 我們今集繼續邀請 吳博士 來介紹一下個人了解和成長 個人了解 簡單來說就是 了解自己 為何了解自己這麼重要 告訴大家 其實這是一個很長久的話題 因為我以前讀哲學的時候 有一位哲學家就是 整個人的意義就是 know thyself 原來去到死 你都可以了解自己 這是一個一生的歷程 我想 用日常的話 大家都很熟悉 我們中國人說 知己知彼 如果我們不了解自己 我怎知道 我應該在什麼位置 我應該要做什麼 才是對的 我想這是一個人在世當中 很重要的一環 當然作為年輕人 可以很開心地告訴大家 我還沒了解自己 我就有大把時間了解自己 所以我相信 了解自己 是我們人生的一個歷程 亦是為我們在未來 尋走的方向 更加清晰去走 我們人生路的一個起點 是 我們就知道 了解自己的重要性 但是 如果對自己 缺乏了解 又有什麼壞處呢 我想 其實 又不一定 用壞處好處來講 缺乏了解 就代表我們 要繼續了解 人生不會去到一個 剛才那一開始都說 其實是一個一生的歷程 就算你以為自己很了解自己 忽然間走到 走多幾年 又說 原來我還是沒有了解自己 又或者那些夫婦就說 哎呀 初初以為很了解你 結果因為了解又分開 所以我相信這是一個歷程 但是如果真的自己有個角色 我都不是很了解自己 我記得我以前也有問過我們 哲學系的教授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讀過他的書 陳特教授 他說 做為年輕人 最重要是有個勇志在心頭 嘗試 不斷嘗試做一些不同的事 他讓自己對自己 透過嘗試當中 去了解自己 但是他就說 你透過了解自己的興趣 為什麼你對某些東西 是特別熱誠的 特別喜歡畫畫 特別喜歡說話 特別喜歡做詞詞 你找到自己的興趣 在哪裡 有個興趣去發展自己 那你就會發覺 我對自己掌握又多了一點 所以我相信 對於年輕人來說 一定是透過嘗試 或者對於成人來說 都不斷透過嘗試 去發現和了解自己 嗯 了解自己真的很重要 我現在好奇了 吳博士 不同時候 就會對自己的前路 就會感到很迷惘 那這種情況 跟個人了解 有沒有什麼關係呢 嗯 我想如果說 在不同的階段 遇到一些迷惘的狀況 很大機會就是 剛才所說 我們如果透過嘗試 去發現自己 但是你當時 用我們上一集所說 是零的 你的意義 你嘗試的時候 的意義是什麼呢 如果你嘗試的時候 就說 沒有啊 我人生只有這條路走 我只能夠試這件事 這件事試得不成功 我就沒有了 那你一定會很 即是怎樣 當你失敗碰壁的時候 是不是會很嘴唆 是吧 但是呢 如果你說 我去嘗試 去發現自己 如果我呢 當我遇到挫敗的時候 要不就是 嗯 我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我的目標 是一定要做到 那你就全力以赴 遇到挫敗 繼續不倒 那去也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說 我有些彈性的 我現在是一個嘗試 A這條路 試一下自己是不是這樣 但是呢 如果真的不行呢 我可能可以嘗試其他事情的 那些情況之下 你就會發覺呢 那個 嘗試當中 對自己的發言呢 即使是有碰壁的時候呢 都不會說一下子 跌到去谷仔 又或者跌到谷仔 都可以回頭 又起身 再試其他事情 那所以可以保持一個良好的心態 很靠我們呢 每一步 當你發現自己的歷程當中 背後的意義 你是怎樣去創造呢 的確是呀 我都很認同呢 其實我們都要找回我們的意義 是要透過不斷地嘗試的 我都記得我之前呢 選科的時候 都是會去嘗試 不同的體驗科 看看不同的選修科 究竟是學些什麼 或者聽很多不同前人的意見 從中就會解釋到自己的興趣 又不知道靖遙你呢 平時又會不會說 會有很多不同的體驗 參加不同的活動 去決定你喜歡些什麼 或者你將來大學想讀些什麼呢 其實我現在呢 就不斷地參加不同的工作 和不同的範疇 還有嘗試去上網了解 不同大學的系 會讀些什麼 以及去尋求不同的方法 去看看自己真正喜歡些什麼 剛才吳博士說到 透過了解 可能我們就會讀一下 讀一下就會發現 其實我究竟喜不喜歡這課 我很擔心有這種情況 所以我要努力去 預防這些情況 所以就參加了不同的活動 對啦 你都這次來到我們這個小主持計劃 那我也想聽一下甜蓝 那你有有沒有什麼提法 對於你將來的路向 又會不會去勇於嘗試一下其他的東西呢 我都趁現在有很多的時間 尤其是疫情不用上學 有多些時間在家裡 就會有多些時間 去嘗試不同的東西 而且現在網上的資訊 這麼發達 其實隨便上網找一下 就已經可以找到不同的事情 做的方法 所以我都有這個機會 嘗試了很多新的東西 發掘了更多自己的興趣 吳博士也想聽一下你 又如何幫助學生 去找到他們自己 有什麼方式 有什麼行動可以做到呢 嗯 我之前我們教社工的時候 有一科叫做自我了解實驗室 我說得準不準 言語治療師 這就是英文 Self-understanding Laboratory 是不是很有趣呢 當然 在過程當中 我們第一次叫同學 要畫自己的生命線 由他零歲 畫到現在十八二十二 畫他自己高高低低是怎樣 我們當時叫他畫喜樂和挫敗 喜樂是用樹畫 挫敗用石頭畫 這條線讓我們展示給一群人 一起去看他的人生的線路是怎樣 當然我們當時 在我的設計當中 就算在心心裡 都不只是生命線 生命線只是一畫 然後下一堂我們就可能是講家庭 他的家庭有什麼成員 他覺得受什麼家庭成員的影響大 有些可能是爸爸媽媽 有些可能是舅父 有些可能是阿公阿婆 就是找一個最 跟他覺得他自己個人覺得 最影響他的人 他覺得自己最像家庭成員 哪一個呢 不單是核心家庭 還有一個原生家庭 有家庭之後 我們就會問他朋友 下一堂有三個鐘 就是講朋友 親密的朋友 和知識的朋友 分兩輪來講 然後又再講 他怎樣看生 和怎樣看死 他怎樣看社會 他怎樣看宗教 怎樣看性 怎樣看愛 這些東西 我們就叫他 怎樣看性別 我們覺得 我經常說笑 就是開門七件事 除了陳明有現場 做茶 就是這些 你的幾個環節的人生 會設計到的七大層次 我們都要他去反思 還有他為什麼要選這一科 你的Path of Education 你的教學的歷程 學習的歷程 為什麼要這樣選 這些部分 慢慢將他幾個層面 抽屍剝減 讓他有一個反思的歷程 即是他講完之後 就要他的同伴 那十個人 一個人講完之後 九個人給他回應 給他回應 我就發覺 很有趣的歷程 除了自己了解自己 還有其他人了解你 就可以幫到自己 全面的了解 那確實 都不只是自己 單打獨鬥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 幫助 甚至有些方法 都可以達到 了解自己的過程 稍後回來再分享多些 世界隨意門 葉半師 世界隨意門 葉半師 今集我們的主題 就講一下 如何了解自己 還有成長 非常之重要的課題 我相信 聽著的朋友 可能都很想知道 有什麼方法 可以幫助自己 甜男 你是不是都很想知道 有什麼方法 要問一下吳博士 才行 是的 雖然吳博士剛才說過 我們可以透過 嘗試不同的事情 去了解自己 但是嘗試這麼多事情 都好像很浪費時間 有沒有什麼 可以快速了解自己的方法 是的 這麼浪費時間 現在不行 是的 吃個快餐 其實是可以的 我們很基本 就是畫一個四方塊 四個格子 可能你都聽過 你就畫 其中一格 就是你知道的自己 其中一格 就是你覺得別人知道的你 其中一格 你知道別人不知道的你自己 當然 最後一格就是你的盲點 你都不知道的自己 你唯有問一下 你身邊的家人 爸爸媽媽媽 弟妹 問一下 人家又不知道 你又不知道 那部分是神秘 至少有三個部分 一個四方塊 你畫一個十字架 有四格 第一 你了解自己是怎樣 所以第一 你自己的部分已經有了 你的自我概念是什麼 第二部分 你覺得 問周圍的人 原來他了解你不是這樣的 我們有些同學 他以為自己很害羞 但是別人眼中 他覺得你不是很害羞 其實你很勇敢 所以有這樣的對應之下 你就很快 好像玩Bingo 很快你就玩 已經有基本的掌握和了解 這是最簡單的 但是當然你說 我寫日記 續行寫回 我了解的我正念是什麼 決定是什麼 優點是什麼 都可以的 當然坊間 當然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是問卷 大家都聽過 有九型人格 或者是一些 或者我們現在說的性格測試 那些顏色測試 我們叫Personality Dimension 有很多款 但是我自己也很強 NBTI也很多 但是我在教學 心理學的簡介當中 我們都說 這些坊間的這些東西 是一個基本 是讓你掌握某時某刻 你用它測試到的一個自己狀況 就不要以它為一個 已經僵了在那裡 我一定是這樣的形態 我就覺得 不是最好的方法 因為沒有彈性 以及局限了自己 看來瞭解自己 都有很多的方法 我之前就發現了 關於Gap Year 空蕩年 即是在中學畢業上去大學之前 就會有一年時間 可以做不同的事情 那這個有沒有有 可以瞭解自己呢 當然可以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跟社工聊天 教學講自我了解實驗室 我就說 不是只有這個學期 讀這十三課 是一個自我了解實驗室 而是整個人生 都是自我了解實驗室 那你空蕩期的時候 你如果好好運用 去做一些 你不是日常走那條 爬樓梯 讀書那條街梯 你去做其他的事情 放空一下自己 絕對是有助了解自己 但這個我就想強調 這個概念 好像是說 中學完了之後 進大學 但其實事實上 人生每個階段 如果有條件 你都應該可以給自己 這個空蕩期 它不一定是一個月的 剛才所說 我們上一集說 你的個人的冥想 正面思索 這些 其實都是某一刻 每天都可以有空蕩期 我們可以靈略運用這個概念 所以有些學生 是讀完高級文憑 讀完高級文憑 讀完高級文憑 他去工作之前 他有個工作假期 他去了外國 放空自己 都可以是一個空蕩期 是嗎 那就是剛才所說的 概念上司 博士剛剛就說了 空蕩年 就可以給 給不同的學生 了解多些自己 我現在還未升到大學 也沒有Gap Air 我想問一下 我現在參加了更多的活動 這樣可以怎樣 去幫助到自己 了解到自己 好啊 謝謝你的提問 我們其實 凡事都要平衡 剛才我們所說的 不斷嘗試可以幫助自己 了解自己 但其實有個先決條件 如果你說 現在去做很多的事情 但原來不斷做做做 你有沒有見過一些人 就不斷做做做做 但他沒有反思的能力 他沒有去思索 其實透過做做這個 事我發現有什麼 學習 我會問人 他們覺得如何看我 所以每次做過活動 活動三個部分 可 Hoy 遊覽 接著最少是ήvaluation 有個評估 計畫做活動 以及評估一下究竟是怎樣 有齊這些歷程的時候 你參與多些活動的確可以有你的自我了解 而不是就這樣做就這樣參與 但其實就沒有去思索 也不一定可以幫到了解自己 的確 我們就算參加了幾多不同的事情 其實都要有思考這個過程 除了參加活動之後作出思考 我也很喜歡去問我的朋友 之後跟他們討論而作出一些思考 因為朋友對我們自己也有一定的了解 那你又認為跟朋友溝通 又能否幫助我們了解自己呢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想也用回我在6、7年裏教學當中 教學社工的自我了解工作方 其實整個設計 並非只是叫當事人 說說他的人生看門七件事 他怎樣去說我的人生生命性是這樣 是怎樣怎樣怎樣 經歷什麼喜樂 原來最重要就是另外那個人 另外那九個 我們通常十個人一組 那九塊鏡實在太重要了 你說了你的角度就是你對自己的了解 對你的經歷 你搬了出來之後 其他九個人其實是九塊鏡 就用九個角度去給你一個 feedback 那最有效或者是收穫最豐富的力程 自我了解的力程 原來就是透過那九塊鏡去說自己 所以我相信朋友的互動溝通 多點問朋友怎樣看你 那原來是對自己的了解是可以很有作用的 並且可以幫你跳出自己的框框 對呀朋友的溝通都令到我啟發良多 那我不知道 你平時會不會跟你們的朋友溝通 我知道你跟正瑤其實是好朋友 你會不會說一下平時怎樣跟正瑤溝通 是因為我們兩個是很好的朋友 那我們就有什麼都會實話實說 但是有時候我們有些點頭之交 或者一些不太熟悉的人 那我們就很難把我們真實看他的面 正常地告訴他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困擾 對呀其實我跟天南都認識了很多年 大家可能一個眼神就知道大家想要些什麼 想做些什麼 對於點頭之交 見到四個嗨就說Buy那種 就非常困難去說自己對他的看法 而且我們就需要很遠轉地去說 嗯 那也是朋友這方面可能大家都有不同的情況 參與活動可能相對的簡單 那我也知道有時候我們都可以看書 而去了解自己的 不知道吳博士你有沒有一些看書的習慣呢 有沒有說喜歡看什麼書去了解自己呢 對呀 關於書本方面呢 其實呢我有一些的書籍呢 嗯 不過因為我是自學的看 所以就有時候看的書呢 就 因為你說自我了解很多時候 有些人都是介紹一些心理學的書 我自己其中一本很喜歡的書呢 是The Power of Now 當下的力量 這本書呢 我都經常會介紹給我的同學啊 學生啊 因為他透過一個人了解那個時間性 當下 你是不是有在呢 當下的力量 我就很喜歡這本書啊 因為他真的把一個人的整體 還有對於存在感和時間性 是能夠說得能力盡致 並且有一個療癒作用 當我們經常被過去誇張的時候 其實你看到The Power of Now的時候 對於他者傷害你的人 一些原諒各樣都會做得很好 那你就發覺那個內在 我們中國的文化講 反求諸己 那種的力量 是可以 我自己覺得是很有鼓舞作用 所以我覺得 好像在一個自我了解 但是透過時間的角度之下 面向之下 去了解自己 原來是可以有另一番的動見的 除了自己提書和朋友 反射給你知道究竟你是怎樣之外 另外一件事 吳博士我經常都聽到的 近年很多人說的 你這個原生家庭 對你的影響究竟是怎樣 非常重要 待會回來我們再說多些 我們的小主持其中一位 行詞真的很厲害 吳博士剛才說的那本著作 他就馬上拿下來了 原來真的有 那是否反映出行詞 你也是一個很在意 怎樣去了解自己 或者怎樣可以再成長多些的一個學生 是的 的確是的 我都很希望去了解自己 因為我認為了解自己 和我未來的路向有很大的關係 剛才說到 除了和朋友溝通 還有看書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了解一下 究竟原生家庭的環境 又如何影響到一個人的成長 吳博士又可不可以再說多一點點呢 是的 這是一個要點來的 可以說是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思考是來自我們的語言 是不是 我們的語言建構 你想想一下 一開始當然是牙鶴語 都是來自我們的家庭 是不是 所以看看 你那個是媽媽爺爺 還是爸爸媽媽 還是誰 還是姐姐 是家庭 所以我想一個人 他的自我了解 原生家庭可以說是一個塑造的歷程 當然不可以改變 但是起碼他是我們的思索的一個藍本 你是個基調來自原生家庭 所以這個也不單是理論這樣說 我見過無論我在外面機構 或者在學校裡見到的個案 都往往是涉及到原生家庭的一些問題 那麼他最重要就是說 如果我們用行為 就是認知治療法的話 認知的部分 如果一個人 他某些理念 創造出來的時候 然後他遇到外面發生的事件 他是用什麼角度 剛才所說的 零 意義 整集所說 他如何理解這件事 那個信念 就影響了他接下來的行為 以及他的情緒 這個最基本的輔導 就是ABC theory 你之前發生什麼事 你如何理解這件事 你的態度是怎樣 結果你的情緒對行為就會出來 所以很多時候同學面對挫折 或者是面對著他一些情緒的狀況 無論是生怒怒鬱 或者喜樂都好 都會是因為他有個不同的信念系統 我覺得原生家庭 就會是幫助 你可以說 他是幫助 令到每一個人 他的思維 都有某一定的模式去思索 原生家庭就很重要了 原生家庭真的很重要 那些人經常說 凡事都會有例外 那吳博士 我想問一下 當一個人身處 在一個完全負面的成長環境 那些人都會覺得 通常會變得負面的 那這種情況下 那個小朋友 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例外呢 當然 我剛才所說 他的重要性 並不代表 我們不能超越他 往往是看到 其實他的重要性 有時候我們需要這件事 我們不會在一個真空的世界 成長出來 突然間出來 十八、二十二、三十、四十 肯定有過去的經驗、經歷 那是一個學習的歷程 所以 往往看到很多時候 如果他的負面 家庭的經歷 是複雜、負面也好 如果我們是旁人可以幫他一把 那你就會發覺 他過去的很多負面經歷 就變成他的祝福 是他的力量 你想像一個 如果他沒什麼經歷 就很順利去到很好的大學 等等 其實他會發覺 他未必那麼成熟 但是他有很多很多的經歷 然後這些經歷 是經過他的反思 你會發覺有些很有趣的 就是他可能是很負面的家庭 但是他的人可以很樂觀 或者他的經歷 是很困難重重挫敗 很苦 但是又看到很多吃得苦中苦 是人上人的人出現的 所以我們慢慢就會發現了 原來很多時候 一個遭遇 真的可以是一個 我們所說的 詛咒裡面的祝福 透過他的經歷 和他的力量 和旁人的血作之下 他就發光發亮 就是黑暗 就好像是負面經歷 他就有一個鑽石出來了 就看看我們會不會掘這些鑽石出來 所以我相信 教學 或者我們現在傳媒養 這樣的形式去做這些工作 本身這個節目 都可以很有意義 我們可以去帶頓多些人 用一個正面的方向 去自我發現自己的鑽石 我相信這個 就是可以用我們 超越原生家庭的任何經歷的 其中一個方法 的確一個人的成長 是會受到很多事情的影響 你又認為 社會其實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我們這個社會 又帶著什麼價值觀 去影響下一代的成長 這個問題很大 社會帶著什麼價值觀 其實價值教育 是我現在正正在學生事務上 做的一個工作 這是很困難 但我們相信 不能符合說 社會在給什麼價值 因為社會好像是一個 空洞的一個字 可能我們在教學上 在教育系統上 老師如何傳達一些信念 家庭上 家長如何傳達一些信念 我想不會有一個 以片概全地說 這個價值 這個價值 就是現在社會傳出來的價值 我想就不一定 不過我自己覺得 在疫情的當下 在社會的運動當中 我們看到現在更加強調的什麼價值 是由我們現出來的 是因為經歷而創造出來 這是很好的 就是人們面對挑戰 面對困難 反而會創造一些價值 或者一些規範 第一我經常聽到 就是共用 尊重 這是幾年經常都會聽到 然後 共用尊重 要尊重別人不同的觀念 不同的角度 大家要強調和諧共用 才可以一起做好 或者為我們的社會做得更加好 另外 當然在疫情當下 就是一個反省的能力 自我療癒的能力 這些是心靈的智慧 我覺得這些是這幾年裡面 相對來說 會比較強調的一些價值 但是在我們的教學當中 大家看到我是名愛的話 都知道我們天主教學 肯定是強調love love and care 我就覺得 無論哪個社會都會想擁有 想擁抱 所以我覺得 跨時代地說 跨文化地說 我都相信 愛與關為 是每一個社會都應該要有的 一個信念 或者是一個 可以說是 不單止是信念 亦都應該要實踐的一件事 是 看來真的有很多因素 可以影響我們的成長 例如父母的教導 社會的風氣 那有沒有說什麼因素 是最可以影響到我們的呢 如果透過我的臨床過往經驗 和教學經驗來說 我自己當然覺得 過情的經歷其實是一個最重要的一環 你如何去經歷這個周遭環境的事情 無論世界是怎樣 有沒有疫情有沒有疫症 那你一直以來如何去經歷每一件事 其實我們有一個主體性在 如果你是心理學 當然 我們有沒有聽過SOR Sor 你的刺激是什麼 周圍環境是什麼 O就是Organism 即是你自己的有機體生命 然後Response就是你的反應 那我自己覺得 是個人的部分很重要 無論環境有多少限制 你的人怎樣去擺 還有我們上一集所說的 那個靈性 你的意義創作是怎樣 就往往會將你周圍的環境 是有所改變 面對不同的限制 你都會創作出自己的一條路 我們所謂人定勝天 所以我相信 人的主體性 仍然是很重要的一環 對 人的主體性是很重要的 我們不是經常 可能要依賴其他人 其實自己的經歷 都可以很影響到 我們的個人成長 正如剛才聽到你是否 有些東西想分享 關於你個人的經歷 其實個人經歷 就沒什麼怎樣分享 但我有一個問題 就很好奇 想請教一下吳博士 網上經常有流傳 父母就永遠覺得 那些老師就是 真的負責教導自己的小朋友 而那些老師就會覺得 他們會對著家長 就會長一點 長一點 平時家長以身作質 對一個小朋友更重要 還是老師日常教導 對小朋友的成長更重要 是 這個呢 我相信是好看不同的階段 如果是年紀小一點的時候 我很相信 家長的以身作質 對小朋友的影響會很大 你說大過了 可能那個小孩 都未必那麼多時間 是跟父母一起 可能見朋友 更多見父母 當然就是在其他的環境當中 會有不同的學習 可能一些老師的啟發 也是很重要 當然在我的故事裡面 我看到很多學生都說 小學的老師說了一句話 他寄到現在 那就對他的影響很大 這樣也可以的 但我相信 我相信 主要是在經驗當中 去看 剛才所說原生家庭的重要 很多時候 那些學生 或者一些 成人都會說 父母說多少 都不是最大的影響 而是他怎樣去行動出來 他的行為 絕對會對他有最大的影響 影響自己應該怎樣去行為 那個架構已經出來了 所以我相信 醫生作則 當然是絕對很重要 當然 個人的成長 和了解 剛才吳博士也說 是一生的課業 每個階段 可能大家面對的挑戰 或者用的方法 都不一樣 回來再看看 不同的階段 大家又可以怎樣去做 世界隨意門 葉半詩 世界隨意門 葉半詩 嗯 似乎我們的其中一位小嘴巴 正瑤 一路聽著吳博士分享的時候 都在尋思 好像很多反思 正瑤有什麼想再請教吳博士 剛剛吳博士說了很多關於個人了解 人一生有很多不同階段 年紀越大 甚至越複雜 在不同階段 有什麼了解自己的方法呢 嗯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回應我們第一節所說 原來自我了解 know thyself 是一個一生的課題 所以我們 由你有心智 有認知之後 一直到你有意識 都在做自我了解 我相信 在不同階段 其實剛才的事情 仍然存在 只不過 第一節我們所提的 嘗試 年輕人不斷嘗試不同的事情 去到 第二步 就是要和朋友 多些溝通 了解一下朋友 對於你的意見 或者看法是怎樣 你說在不同階段的時候 那個心智越複雜 其實不會影響到我們這個歷程 就算是現在我們都說 你不會做一個職業做到尾 的 游詩就可能清楚 我真的告訴大家 我有些朋友 是做社工 我自己同事 做老師 他做完一輪社工之後 遲職 全職去讀 全職做學生 就讀中醫 現在他由社工 變為中醫 也有朋友 他已經是護理系 或者是主任 由護士做到很高 忽然間也不去做教學工作 又是去讀中醫 不醉之后可以執戀 又做中醫 所以人的變化 可以是很多元 這個嘗試 可能年紀大了 可能沒有你們這麼奢侈 奢侈多些時間 但嘗試也在 還有現在的職業 你看到現在的社會 多了很多邪綱一軸 很多職業 很流行 所以我相信 社會環境不斷變化 科技不斷發達 我們在不同階段 嘗試這個概念 已經不再只屬於年輕人 如果你有看 我們的東運會裏 有一位慈禧手 60歲 都繼續在做滑雪活動 我們就會發覺 其實很多事情 我們是可以不斷嘗試的 透過嘗試 就可以有不斷的了解 相信 這個已經跨越年齡的問題 因為這個科技 人生路途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有時候 就會在 有些難以理解自己 就好像 青少年 即將步入職場 在這種情況下 有什麼可以解決的方法 你意思是 他們未能掌握自己 又不知選擇哪些職業去做 是否這樣的狀況 是呀 是的 這個反而有些很實際的事情 我們都聽過 職業性向測試 有很多不同的工具 讓我們去 我也試過去中學裏 也分享給老師 職業性向測試 有很多不同的工具 做F2測試 你就會發覺 原來我是懂得做設計 原來我懂得做工程師 那我就發覺 這些是其中一個給大家參考 我真的試過 在自己學校都試過 有些讀Foundation Year的學生 他說 每個都是做社工 因為我們學校 可能我不講不知 我們學校 都真的全港入面 是訓練社工 和訓練護士 是最多的一間院校 每一屆很多學生 都欠這兩科 欠到頭崩壓裂 所以每個讀Foundation 都以為 他就要做社工 或者護士 我叫他做這個測試 做完之後 其實他是適合讀文科 最後他就讀翻譯了 所以我想困惑 第一 我覺得困惑是一個契機 因為我們的迷惘和困惑 是讓我們去掌握這個時機 讓我們去化解它 Clear the clouds 更加趁機了解自己的歷程 就不需要太過因為迷惘而再迷惘 而是因為迷惘而去尋求清晰 有很多方法 是的 人生的階段 很多不同的情況下 都有迷惘的情況出現 而進行這些測試 其實都是提供了一個方向 讓我們更加了解自己 但是其實我們知道自己 可能做完那個測試 就覺得原來適合做社工 但是是不是現實生活中 可以一帆風順呢 又如何解決到自己的理想 還有家人的期望衝突 或者是現實的一些難題 這幾方面的平衡呢 有時候真的很難平衡 我想說一下 我們發覺 其實剛才所言 比如學生真的都遇到 我家人當然希望我畢業之後 有個牌子 有個專業牌照的方法 才好到 不然就不要讀了 我們發覺 在過程當中 很多時候 很看自己 有多對自己的理想 想嘗試 有多執著想 真的成就去 我相信 又是回到我們上次說 身心理健康 涉及溝通 每一個議題 都出現了溝通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溝通機會 當你發覺 往往都可能會是 你的心中的選擇 和父母心中的期望 是可以很不同的 但是 如何將這個議題 反而是一個契機 增加大家了解 坦誠去談是很重要的 我們當然遇過一些個案 真的很傷心地 他覺得他讀過課 根本就不想讀 但是父母要他讀 剛好他成績又可以 那就讀過課 但是其實是不開心 不開心到真的想死 而且讀得的成績也不好 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真的覺得 可能 做人而青人 你也可以為自己 和父母好好商量一下 這個我自己也經歷過 你想想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我竟然選哲學 我父母真的 100個反對 哇 我成績當時也是很好的成績 第一 你不要選民科 你要選雙科 然後 我一定要選理科 當然我最後也讀理科 但我大學又變回文科 那是人生第一次和父母有一個衝突 但是衝突當中就好看 就是說 我當時 他說 你讀哲學 找那麼多事情做的 這樣說 那我就說 不行 我說我對哲學太有興趣 我就不用擔心 我會讀哲學 讀完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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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繼續讀哲學 我讀了三年 然後去做社工 但我覺得 人對於自己的哲學 當時你有多堅持 那你就會爭取到一些東西回來 但是不代表最後 你一定走一條路 那這個不重要 但我起碼是為那個東西 全力以赴造過 我很喜歡你這個金牌 得主十七歲的少年 我為那個東西 是要付出全部 然後我走過去之後 發覺某個階段 你要變的時候 我讀哲學最後一年才 才發覺我不是在障礙桌上想理論 原來要出來做事 才能更加實踐到 愛與關為 原來喜歡的關為 愛與關為當中 那我就選擇老師社工來做 好 那最後一條問題 那我就發現 有些人很小時候 其實是很成熟的 但是有些人可能到十幾二十歲 都是非常之天真 好像美大透那樣 那我想問一下 回應這個主要的題目 我們個人了解和我們的成長 有什麼關係 他們怎樣互相影響呢 個人的了解和個人的成長 我就這樣看 有一點點辯證去說 我又覺得 你了解自己多了 或者你成熟了 又不代表你不可以天真 人始終都是要保持赤子之心 我現在跟你聊天 好像很嚴肅 你又叫我博士 我平時在那裡叫Anna 我就是被人說 我經常大不頭的那個人 所以 人都覺得我還是小朋友 那我就想覺得 自我了解 它是一個歷程 不會說某個家庭 好我就搞定 我了解完自己了 不會是這樣的 所以它一定是一個歷程 但是你說 了解了是不是就成長了 可以 但我認為經歷是很重要 你不可以只有想的 肯定是你經歷經歷當中 你就會了解自己 原來我這樣 然後你就有一定的成長 但是這個成長是要付出的 付出的可能是你過程當中的衝突 可能是付出的 就是這個淚與水 汗與水 那樣 那樣都有在 你就發覺 好像成長了一點 那樣 與此同時 是不是代表 我們就沒有了赤子之心 又不是的 那這個呢 就 我覺得 需要大家慢慢取得一下 我認為這個議題很好 個人成長 個人了解 但是這個成長要了解 不是令到我們 可能令到我們有一定的成熟度 但是我們的內心 其實可以永遠都是言清 而且很重要 永遠都要知道 我不是很了解自己 我最喜歡的說話 就是蘇格拉底那句 她說 我只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什麼也不知道 非常好的總結 吳博士多謝你 一連兩集 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希望大家都可以 保持一個赤子心之外 也有好奇心 以及有勇氣 去作出不同的嘗試 謝謝吳博士 也謝謝三位笑嘴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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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隨意門 葉拐絲 以上環節 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 帶給你